因为自身的一些心理疾病 我偷了证件连夜买票远离了家乡 身上仅有自己偷偷留下三千块钱 偶然间我在手机里看到某道观招收义工 徒弟 包吃住 第二天我就来到了道观 本以为是这里会有所不同 没成想无非也就是另一个地狱 小庙山高皇帝远 远离人烟 信号都时有失误 人也不多 师娘 师兄 三个义工 三男两女 刚来没几天 大家还都彬彬有礼 算是人的样子 只是人啊 装是装不了多久的 一旦累了 人的本性都开始暴露得一览无余 尤其是这位当家师兄 你怎么笨得跟头牛一样 牛都知道离地呢 你怎么什么都学不会呢 你是不是刨腹铲出来的 没被加过的脑子就是不开窍 做个饭都不会习以为常的晴天 师兄的声音在整个道观里回答 做饭的是一个来自江西的小伙子 庙里招来的一公三人 只有他一个人炒的菜能吃 也仅仅是能吃而已 我们在一旁打下手 我一天要为你们背多少锅 什么都是我让你们干的 这也干不好 那也干不好 庙里不养闲人 不会干滚蛋 有的是人干 我一天都忙死了 居然还要为你们擦钩子 师兄骂人的时候 是没人说话的 但是越是这样 他骂得越起劲 我第一次见一个男人能这么能说 每天持续输出的时间 堪比村头大妈东家长西家短的时间 一个一米八截二百斤的大老爷们 骂人的话不重复多得能淹死石头骆驼 二 大楼宝殿的上面 还有一个阁楼里面供奉此行真人 基本上没什么人上去 此行殿周围有个隐秘的角落 只要不出来 别人就发现不了 师兄 真要在这里 这可是在庙里 寂静的夜晚 我躲在角落里耍手机 耳旁传来了那个女生的声音 声音有点颤抖 好像是被什么干扰了 高低起伏 很奇怪 有我在 你怕什么 师兄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我偷偷摸摸地将头探出去一点点 一道白光闪过 我赶紧躲了回去 瓦屋 他们玩得有点花啊 如虫一般的身材和妙龄少女缠在一起 我在震惊中猛了一会 然后随后就是一阵反胃 梦子有云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烟 只要是个人 就有欲望 太正常不过了 只不过 这和画面 跟小日子的电影一样令人作呕 肥宅配美女 不堪入耳的声音接踵而来 我默默将自己的耳机戴上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的声音却越来越大 生怕满天神佛听不见一般 那个女孩是唯一留下来的女义工 怪不得只在单房和吃饭的时候 才能看见她 我躲在墙后面 度过了貌似漫长的时间 回过神来 已经是半夜 等一切结束 我从鸡脚嘎拉里走了出来 大殿里慈航真人精深依旧那么和蔼 隐约间 我仿佛看见了一束光从神像中闪出 飞向小夏的房间 定睛看却什么都看不见 三 那个某夕的哥们在第二个月的时候离开了 做饭的任务终究是落在了我头上 小姜啊 不会做就给我打下手吧 不要逞强 伤着自己 我一筹莫展地站在厨房里 师娘看见了 从我手中拿走锅铲开始炒菜 说是我做饭 其实都是师娘做帮着我 趁着师兄不在 偶尔还会给我开个小灶 师娘 我应该是学会了的 我想从师娘那里夺回来锅铲 却被师娘拿眼神制止住了 让我站在一边看着 小姜 你家里应该是很不错的人家把我愣住了 没接话 手上细皮嫩肉的 食指不沾羊春水 看我不说话 师娘笑了笑 你这样 一看就是被养得很好 怎么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呢 不一会儿 饭就做好了 盛饭 等一切都准备好了 便叫师兄起床吃饭 这几天他日夜操劳 确实是累着了 二百四的体重 还没几天就降到了二百一 就差把他送去大熊猫基地了 日常开骂时间 废物 做个饭都做不好 你家米缸里没米了 不省这点吃吗 你家那么有钱 都说了多少遍要以庙为家 以庙为家 我看你就是没把以庙为家的思想贯彻下去 师兄又一次在吃饭的时候 开启了轰炸模式 那张嘴就跟小日子排合废水的管子 把桌子靠他进的菜 全都污染了得变 吃饭十分钟 骂劫两小时 某手机品牌不找他代言 真的是浪费了他的持久力 师娘在一旁听着 也只是默默将自己的饭吃完就离开了 这个庙里的当家师傅 不久前突然去世了 只留下师娘和刚拜师不久的师兄二人 妙不知为何落到了师兄手里 我吃饭的时候问了一句 为什么不是师娘当家 师兄就仿佛被踩了尾巴的猫跳了起来 大声怒斥 怎么你家师娘们当家 你老子死了 与人头发长 见识短的 能当什么家 我没接他的话 默默记下 收拾完东西 出门倒垃圾 发现在师娘师傅的墓碑前 默默流泪 师娘越哭越伤心 但是却不敢大声哭 声音也压得很低 我正想上前安慰两句 就看见师兄提着柴刀从庙里出来 来者不善 慌忙之下 我躲到山头上面藏了起来 只见师兄左手提着柴刀 右手对着师娘就是一巴掌 师娘头上的混元金都被她一巴掌打爆了 臭婆娘 哭什么哭 老子的财运都让你个老太婆哭跑了 蒙了一阵子后 我的怒火蹭的窜到了头顶 直接就站了起来 想冲下去制止她 师娘已经六十好几 没见过这个社会 哪个地方还有这样殴打老人的事情发生 师兄背对着我 师娘被删倒在地后 看见了正要往山下冲的我 对我拼命摇头 那个眼神近乎哀求 不是在向我求救 只是在告诉我 别下来会死 师娘的眼神 我一辈子都记得 师娘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把我暗死在了那里 在师娘的注视下 我僵硬地趴了回去 老太婆 你在看鬼呢 师兄的六感十分敏锐 几乎瞬间就察觉到了师娘在看别的东西 转头看向我藏身的山头 什么都没有 转而一想 勃然大怒 说 是不是那老头子有东西没交给我 我就说刑罚怎么不灵 刑罚不灵 老子怎么在互联网上圈钱 亏我还把他当父亲一样供着 死都死了 还跟我搞这一套 刚才不是对着墓碑哭吗 现在怎么不哭了 老子让你好好哭 师兄下手越来越重 但是师娘他出现以后 从头至尾没有哭喊过一声 我趴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师娘只是呆入目击地看着墓碑 任由那个畜生动手 在师父的墓碑前 这个畜生似乎将自己会的 全部折磨人的打法 在师娘身上来了一遍 变天了 天上乌云密布 刮起了飓风 远处的雷也劈到了附近的山头 师兄看天色不对劲 这才停手 自顾自地离开了 呸 臭老太婆 放你一马 你最好把藏着的法本交出来 否则我不会让你像那个老头一样 轻易死掉的灵死 师兄 我让小江专门给你炖的 浇浆羊排包 补一补 来吃 自打那日以后 小夏就整日整夜柔弱无骨 缠载在他身边 每到夜幕降临 甚至已经不用去此航店 只要离窗户近一些 就能听见迷迷之音 不过这也有好处 就是大家的日子都清静不少 师兄被磨得连说话骂人的力气都没有了 作为男人 谁能拒绝一个送上门的 长得漂亮 玩得花儿 还免费的妙龄女子呢 日子久了 除了师兄 谁都能隐约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小夏那天来得也很奇妙 当然已经不重要了 师娘在床上躺了很多天 都没有起来 我也开始了正式的倒灌厨师生涯 做好饭 我端着去给师娘吃 她现在只能吃一些汤饭之类的食物 今天给师娘做的西瓜莲子羹 站住 你端的是什么 我做饭已经很有水平了 西瓜莲子羹的香味吸引到了她 莲子羹 我停下了脚步转身 让她看我手上的碗 给我 那个老太婆凹点白粥就行了 师兄看我这么听话 对我非常满意 谁能拒绝一个会做饭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仆人呢 哦 完全不装了 两个月前 她还多少装一下尊老爱幼 我将所有的羹都呈给她 转身冷笑一声 给师娘端了早就准备好的自补药羹 等我回来 就看见他俩在撩骚 师兄 来活粥了 桌子上的羊肉已经被一勺而空 小夏正在端着那碗莲子羹 手上拿着条羹 一勺一勺地喂师兄 这俩就这么在逆逆歪歪中 扫荡一空 师兄 小江的厨艺都能练出来 你的技术练了这么久 怎么没长进啊 小夏的声音很妩媚 很勾人 把那人的魂都勾走了 他的小手还在师兄让一般女孩 都自残见窥的胸肌上滑圈圈 呵呵 到了晚上你就知道了 师兄好像感觉到自己又回复雄风了 来了个龙王般的迷之微笑 那我等你哦 呜 师兄 上次找你买服的善信 上来送了个牌匾 留了三条烟和两瓶茅台 就走了 里面还有一个红包 我从门口进来将东西放在餐桌上 好 来得正好 可算是听见好消息了 师兄正在搂着小娇妻 刷手机 一听又有酒又有烟的 高兴极了 一脸的字大 红包拆开一看两万块钱 师兄 你好棒哦 小夏在一旁夸赞 看见去前的眼睛两眼冒光 来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有人主动给他们送钱来 那个刘金的牌匾上 写着大大的四个字有求必应 哎 行啊 今天就给大家放个假吧 都去休息吧 我也累了 需要好好休息几天很明显 他开始白天没精神 晚上睡不着 连前几个月动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深知自己是纵欲过度 造成的 所以买了好些补的东西回来 小江 今天吃什么啊 睡觉之前 师兄问了我一嘴 乌鸡炖身汤 上次买回来的脑花再不吃要坏了 搞个香酥脑花吧 晚上再喝点 我看了一眼今日的菜单 回复了一句 行 搞挺好 比上次那个有用多了师兄点了点头 独自一人上去睡觉 纵遇了两个月 他已经开始跟他的小娇妻分床睡了 现在是看见他腿都打颤 生怕让他焦公粮 独留下 我跟小夏两个人在厨房里 我认真做饭 小夏则是在一旁拿着他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我 狐狸般的笑意怎么都打不住 藏在心里的算计满满的写在了脸上 如果说他在师兄面前装乖巧 装可爱 装妩媚 在我面前就两个字不装 怎么 师兄已经满足不了你了吗 我忙着我手里的活 能感受到他的视线 但是我头都不抬 怎么 我在你眼里就是那样的女人吗 小夏坐在餐桌旁 开了一罐啤酒 自顾自地喝着 那是你的想法 我不接受他的言语引导 专心做我的事情 小夏这个人 长得漂亮 玩得花 胆子又大 到哪都是人群的焦点 最喜欢的就是别人关注 你越不关注他 他对你反而越上心 师兄一开始见色起义 玩欲擒故纵的时候 殊不知早就被他看在了眼里 将计就计罢了 这是个聪明的女人 她很懂大多数的男人喜欢什么 想要什么 可是我在你眼中看到的 就是这个意思 她转身挤进我的 与灶态之间的缝隙 抬着头 一副非要跟我对视的样子 我又不是师兄 你这招对我没用 我的眼神仿佛 能透过他的脑袋 看见我在熬汤的砂锅 一点不把他放在眼里 你少来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他隐隐不急不躁 拉着我的领子 逼着我将头低下 我甚至能闻到一股 毒属于他的味道 非常能勾起男人的荷尔蒙 汤要是熬坏了 你怎么补偿两张脸 几乎要挨在一起了 我不得不把注意力 真正放在了他的身上 那我就以身相补乱 晚上多找他几次 或者我晚上去找你 他的狐魂 根本不装了 在我面前暴露无疑 大可不必 出家人不吃肉 狐狸小姐 放过老实人吧 人妖疏途 他手上劲儿送了一些 我正拖了他的叔父 离得稍微远了一些 一切收拾好 便去了师娘的房间 病号需要人照顾的 耳边都是小夏的笑声 六 你怎么保证 你见过的所有人都是人呢 这个世界如果鬼都存在 为什么不存在妖呢 小江啊 你来了 师娘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了 以防万一 哪怕他能下床走路了 也继续在人前保持病态的样子 师娘 吃饭吧 我端着饭菜放在床头柜上 坐在床边 小江 你是个好孩子 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人在做 天在看 瞒得过人 瞒不过天地 这人间虽说是人间 但并非为人所独有啊 有些人的因果报应在后面呢 师娘看着床头的参汤 对着我劝谏 师娘 今天怎么突然说这些 我疑惑地看着师娘 自从师娘清醒过来 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精气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再像之前那般虚弱 如今更是满面红光 说话也不像以往一般懦弱 有点像得到仙人的感觉 师娘啊 你可别吓我回光返照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四个字 把自己吓了一跳 放心 师娘没事 师娘的寿缘还有很多 何为道士 行大道之事 方为道士 如今你还未入道门 做了这些许 难免背上因果 少不得受罪 罢了 师娘摸了摸我的脸 嘴里嘀咕着我不懂的话 小江 你最近太累了 晚上早点睡 听话 师娘仿佛我的奶奶一般 慈祥和蔼地说这话 让我不由地点点头 师娘欣慰地点点头 端起桌子上的饭菜 只吃了一点点 就不吃了 将我赶了出去 师娘 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我端着受轻伤的饭菜 回到了厨房 既然师娘让我早点睡 那我就早点睡吧 天刚刚黑 我就将自己的房门紧锁 以防某人夜袭 早早睡去 梦见我去到了古代的太湖边 山色朦胧 水色轻 轻薄的雾色 渐渐从不远处的小山蔓延下来 我逐渐逐渐看不清了来路 只能一直向前 沿着堤走到了 走着走着 走到了一处人家 那是一个小院子 篱笆是由竹子编成的 很堤 院子里晾晒着很多草药 隔老远就能闻到草药的芳香 院子中一对儿摇椅上 坐着一对中年夫妻 面对着竹门的方向 似乎在等待着谁的到来 师娘 我敲了敲门 正想前去问路 没成想那中年妇人的模样 跟我师娘一模一样 老头子 小江来了 师娘看着我满心满眼 都是对后辈的慈爱 拍了拍一旁 正在闭目养神的中年男人 想来就是那位素未谋面的师父 师娘 师父 此时我才发现 我身上穿的是三清服 戴的是庄子巾 俨然一副小道童的模样 笨 师父鹤发童颜 先锋道鼓 点了点头 算是认下了我这个徒弟 在师娘的授意下 我给他们磕了头 敬了茶 算是一个简单的拜师礼 完成了 随后 师父在我的额头上点了一下 转身离开 祖师爷曾说过 杀一人不算饿 杀百人也不算饿 杀万人也不算饿 人分善恶 妖意有好坏 坏了别人的修行路 才是我们这一脉最大的恶 去吧 我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只见师娘摸了摸我的头 温声细语地说完 衣袖一挥 我便什么都看不见了 七 我眼前一黑 便是第二天 起来的瞬间 就往师娘的房间里跑 当我看到师娘的瞬间 跪在了她的床边 果然师娘已经走了 只剩下一副没有温度的取巧 师娘 你骗我啊 不是说好的寿员还有很多吗 异地他乡 这个庙里只有师娘一个好人 有着真正修道之人的慈悲心 终究是被恶人打垮了 滚圆点 师兄大概是知道了点什么 顶着黑眼圈起了的大草 跑到了师娘的房子里 一把将我推开 然后就开始掀衣服 上上下下翻着 臭婆娘 老子都避开要害了 还好吃好喝供着 这么不经打 一边翻一边还在骂骂咧咧 臭婆娘把雷法的法本藏到哪儿去了 我看着她将师娘的尸体翻过来 到去过得找 就差把内裤掀开了 师兄 死者为大 师娘才刚走没多久 实在不忍不住 说了一句 啪 我感觉自己的脸部被卡车撵过去了一样 被狠狠扇了一巴掌 臭小子 别多管闲事 什么死者为大 庙里老子才是最大 老子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这个法本 现在这俩老东西都死了 我找谁要去 白霞我十年 师兄暴躁的情绪终于有了发泄点 所以这一巴掌 他几乎是用尽全力 我能感觉到 我的半边脸 已经肿得如同泰山一般高了 雷法 法本 我脑子里听到这两个词的时候 突然脑子里闪过来 一星有一星 如同滚动的字幕 标题只有六个字 神霄秘传心法 然后就开始自动播放内容 哦 原来这就是师兄一直在找的东西 师父已经传授给我了 六时转念心法 我感觉到身上有一股力量在周身流动 到脸颊的时候 火辣辣的连一阵清凉 感觉有消肿的趋势 我看着这个二百斤的大胖子 在我面前上蹿下跳 他如同蜂魔 做梦都求不到的 却是师父师娘轻飘飘几句话 就传授给我的 爸 师娘没了 下葬也是仓促 既没算日子 也没做法会 就这么被他跟师父合葬了 索性还来了几个外人 要不是有人看着 估计师兄连买棺材的钱都不舍得掏 估计凉席一卷就下葬了 这几日 师兄将庙里上上下下 可能藏东西的地方多翻了一遍 甚至神像开工装脏的孔都扒开看了 神像里装脏的玛瑙等各种名贵的宝石 都被他拿走了 小江 师娘领走前有没有跟你说些什么 这个时候才对我起了疑心 右手锁着我的肩头不让我跑 左手背在后面 哟 师娘让我好好吃饭 早点睡觉 身体最重要我点了点头 诚实地回答 师兄会小六人 左手肯定已经算到飞起了 假话是骗不过他的 还有呢 师兄接着笑着说 右手牵住我肩头的手已经开始用力了 笑容里带着些许的争鸣 师兄 疼我倒吸一口凉气 师娘还说人间非人所独有 别老是傻傻的 做傻事 别的就没有了小六人只能断大概 断不了那么细 就没跟你说庙里法脉传承的事情 事实上师娘确实就说了这么多 他再掐也就能掐到 我没说假话 没有这才放开我的肩膀 切 做饭去 没用的东西 师兄算完 牵住我肩膀的手直接用力将我推倒在了地上 我能感觉到他的算盘打空了 他在这里十年 师父到死都没传他心法 他可能已经猜到自己是拿不到的了 所以才开始招人 一开始他就想招个老实人 好掌控的 而他只需要暴露本性 他做得越坏 就会显得这个老实人越好 师娘人慈悲 心也软 就会将传承全部传给他 到时候师父师娘垂垂老矣 死亡 不过是另一个开始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 一生才刚刚开始 他还怕撬不开活人的嘴 无非就是一顿打 不够就再来一顿 九 师兄沉沦了几天 但是转眼就开始了挥霍无度 看来是想通了 至少他得到了一座庙不是吗 还有那么的钱 想想也挺好的 他开始挥霍了 又是一天潇洒的日子 我做了清蒸大闸蟹 番茄芋桶牛肉羹 是饱链鱼 卖东菠菜猪肝汤 还有一瓶五十年的女儿红 如今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了 所以四个菜差不多 师兄一看色香味俱全的菜 食欲大开 开始就是一两酒下肚 啊 什么叫活神仙 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这就叫快活四神仙 看师父师娘修行一辈子 说死还不是死了 这辈子成仙是不可能的了 还不如逍遥快活 美女在怀 美酒佳肴 爽说完 仰天长笑 又给自己添了一碗酒 小江 跟师兄干一个 说着还不忘拉着我 小江啊 只要你在庙里待着 哥 师兄答应你 有师兄一口肉吃 就有你一碗酒喝 不会亏待你的 我端起碗跟他碰杯 看我不说话 接着画饼 女人 满大街都是 你看小夏 不就是主动送上门的吗 女人嘛 头发长 见识短 你只要给他搞舒服了 哥 他绝对会死心塌地 跟着你的 还没你不行哦 师兄满口昏话 全然不顾旁边小夏的胆受 至于小夏 则是乖巧的 像只小猫一样 乖乖给他倒酒 好像真如他所说一般 我当年在某地待了很多年 师兄又开始吹 已经被他吹烂了的某段 绝对不让过沈的过往 怎么回事 我以前可是谦卑不醉啊 十个人都干不过我 这次他的身体 连酒过一巡都没撑过去 就已经几乎快醉倒在了桌子上 哎 要节制 要节制 他仿佛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早早跑去睡觉去了 桌子上留下了我跟小夏 大眼瞪小眼 等到师兄的憨声响起 小夏恢复了自己的本性 直接坐在了我的腿上 抱着我的脖子 将我碗里的酒一饮而尽 他只会让你喝酒 而我会心疼哥哥有 清方煮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这哪里是什么乖巧的小猫 这分明就是吃人不眨眼的狐狸 你再喝 狐狸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刚才我是一口没吃 灌了一两酒下去 顿时头有点晕 但是面上不能表现出来 呵呵呵 就算我露出狐狸尾巴 小道士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小夏喝了一碗酒也不 终于也不想装了 摇身一变 三条狐狸尾巴 从她的屁股后面伸了出来 脑袋上冒出了两个白色的耳朵 人间非人独有 有人为何没有妖呢 师娘早早就提醒我了 随着每晚的修炼 这种感觉越发明显 这庙里的传承在你那里对不对 小夏的身躯紧紧贴在我的身上 性感的嘴唇在我的耳边吹起 我的胸膛被挤压得很厉害 我运转起心法 让自己保持理智 我不是说过吗 你对付师兄那套对我没用 我保持着镇定 静心皱一起 一束金光将眼前的场景 如同碎镜般破裂开来 小夏正坐在我对面 给自己倒酒 自顾自的品酒 怡然自乐 根本不似刚才的幻觉那样 仿佛专门为操纵雄心色欲所生 嗯 刚修到不久就能破了我妹数 你可比你那个师兄强多了 小夏放下酒杯笑着说道 我顿时沉迷了 一时不知道该叫奶奶 还是阿姨 还是姐姐 还是小夏 你要是敢叫我奶奶 你就死定了 我正要开口 小夏一个冰冷的眼神 就把我的花塞回去了 你就不怕英国吗 沉默良久 我问道 英国 我干什么了 小夏一听笑了 笑声如同翠玉敲击 月儿 回荡在庙里 小到时候 你师父师母记忆先世 我就给你普及一下知识吧 我胡足 修行历法根本没有所谓 彩阴补扬这等不入流的法门 那是要遭天前的 我们修行之后 自身就会有迷惑敌人的防身法术 环绕在身上 只要你对我族人起了歹心 便会陷入迷境 一般修行人反应过来 都会收起心思 唯有道心不稳之人 贪嗔痴 欲念深重之人 才会便会沦陷其中 不可自拔 因素在天地间生长千年 本无罪 起初被人发现为良药 若不是人心善恶 又如何是今天这个局面呢 有什么因果 小夏毕竟是千年的狐狸 人性善恶好坏 他心中早有权衡 简单的来说 师兄起了歹心 打出了胡足的被动 结果自己扛不住呗 我摇了摇头 不得不说他是有道理 而且 小子你做菜也是费了功夫啊 小夏笑了笑 手指点了点桌子上的空盘子 这都是他想吃的 我只是听吩咐办事而已 我看着他 皮球又推回给了他 行了 少来 睡了 再过不久 有我们忙的 小夏算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完了 转身回去睡觉 想让姐姐陪你 记得留门哦 临走还不忘调侃一下 人妖书图 我小身板可经不起你折腾 我摇了摇头 起身收拾东西 既然他说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时 时间转眼过去飞快 又过去一个月 小夏 小夏 每天早晨 都能听见师兄喊小夏过去的声音 不是因为其他事 而是他的眼睛总是出现失明 前阵子只是早上起来 眼前一黑 最近已经几乎白天有一半的时间看不见 他去了医院 CT X光各种检查 指标都正常 也没查出个所以然 医生说他肾虚 太累了 好好补补就行 于是买吃的各种补品更是多了 小江 小江 饭做好了没有 最近耳朵也逐渐听不见了 耳聋的人说话声音会越来越大 我在后山都能听见他鬼吼鬼叫 整个人也越来越暴躁 动几下 整个人心脏就不行了 气也喘不上来 二百斤的胖子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 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手上的导盲杆敲得到处响 我几乎是像照顾当初的师娘一样在照顾他 小夏的换术则是夜夜让他感觉到自己还是个男人 可笑 都那样了 还对小夏有欲望 拿小夏的话来说 有些人只有挂在墙上才老实 师兄 吃饭了 你要的甲鱼汤 今天的菜谱清炖甲鱼汤 爆炒田螺肉 还做了什么 耳朵不好 眼睛不好 鼻子总是好的 问到了别的香味 我炒的田螺肉 我老老实实地照实说 怎么你妈死了 端给你妈上宫去了 有好吃的不给老子端过来 那是花老子的钱买的 天天给老子吃这些嘴巴淡出鸟的汤 老子什么时候能好 师兄一听 气不打一出来 手上的棍子几乎敲在了我早做准备的棉垫上 而且他已经没那个力气打人了 跟挠痒痒一样 知道了我冷笑一声 自己怕自己死得不够快 没文化真可怕 某天晚上 照常他在睡梦中叫着小夏 但是自那以后 狐狸奶奶就再也没到过他的身边 我就知道 他已有取死之道 剩下菜谱以后再做 十一 我有个鬼主义 想让狐仙奶奶你配合一下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小夏似乎已经接受了 我对他奶奶的设定 我脸上的带着猥琐的笑容 让他感觉到了那真得是个鬼主义 小夏自爆意外 就天天在藏经阁翻到藏 卧榻 暗戟 琴棋书画 文房四宝 那是全都不知道从哪儿搬过来了 整个跟他闺房似的 他一定是个古代的狐狸 老不死的狐狸奶奶正躺在罗汉床上翻旧苦经 披着薄纱 你是真不把我当外人 我点了点头 阴差在外面绕了好几天了 提不走人 老插一口气 问了一下 说下面那几位点名要的 提不走不好交差 让我想办法 我坐在电脑桌前 感谢他给我留了张现在画的桌椅设备 你就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狐狸奶奶一本经书砸向我的脑袋 大胖菊的死法也挺好的 我低头躲了过去 他最近冲刷甄嬛转来着 拿去 别来烦我 狐狸奶奶从尾巴上拽下来一根毛 落地变成了跟他一模一样的女子模样 小道士 今晚请联系哦 说话之间 媚态十足 吓得我几辆寒气直冲脑门 怪不得真身不出门 男人那是死一片死一片 死一片死一片 行走的风月宝剑 你我都是贾瑞 人性经不起考验 你怎么来了 师兄就旁边 你害怕这个 那你勾我的时候怎么不怕呢 这叫你情我愿好吗 怎么当初和么纯情 现在玩这么刺激 你不是喜欢刺激吗 既然喜欢就贯彻到底咯 第二天我再去看的时候 咽气了 眼睛瞪得老大 人魂已经没有意识了 就在站在尸体的身边 看到我进来 下意识地攻击我 被我一巴掌打出了庙里 落在了阴差的脚边 之后的下面的事情就不归我管了 结局可以预见 庙里没人了 如今我来当家 收了他的尸体 火葬 洒在了师父师娘墓前的菜地里 至少来年土地更肥沃了 至于庙里的活姑奶奶 姑奶奶 我下山了 庙就交给你了 你住多久都行 回到藏经阁 姑奶奶不在 我留了封信 下山去了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在庙里待了一年的时间 很多琐事不在意 易描述 善恶皆有因果 人间非人所独有 人生难得 希望大家珍惜 不往来此一遭 福生无量天尊 菜谱取自双十计杀人菜谱 第一套菜谱 交将羊排包与西瓜莲子羹 墓地催情补肾 但同时会大伤元气 羊肉是温补的 而西瓜莲子羹性寒 两者同时会降低羊肉的温补效果 甚至可能引起脾胃功能失调 第二套菜谱 香酥脑花与花生乌鸡炖身汤 目的 伤肾 脑花与盐 酒同时会影响肾功能 而花生乌鸡炖身汤中的花生与青瓜相克 乌鸡与芹菜伤气 这些组合会强化伤肾的效果 第三套菜谱 清蒸大闸蟹与番茄芋头牛肉羹 目的 损伤脏气 引发腹痛 大闸蟹性寒 与性温的牛肉同时容易引起腹泻 而螃蟹与维生素C含量高的食物同时 则可能引起深中毒 第四套菜谱 是棒鲜鱼与麦冬菠菜猪肝汤 目的 影响心脏功能 引发心脚痛 鲜鱼性温 麦冬性寒 两者同时 亦导致腹泻和心脚痛 第五套菜谱 爆炒田螺与清顿甲鱼 目的 加剧心脚痛和肾衰 这两者的结合会强化对肾脏和心脏的不良影响 第六套菜谱 老鸭汤与羊肉汤 目的 五价身与维生素C结合会产生剧毒 全文完